你看这变色龙原来吓得不是蛋 直接就是软叶里已经成型的宝宝 小变色龙就这么挣扎着活了过来 不过变色龙妈妈可就只管生不管痒了 小家伙亮亮呛呛地往前走 一不小心就与蚂蚱撞了个脸熟 他第一反应竟是赶紧后退离开 正当我想不明白他要干啥的时候 他就走位走位来到了蚂蚱头顶上 他也不吃 徒手就要给蚂蚱拔毛 拔就算了 手还抖 毛总抓不到 难道这会是早产把脑子给憋坏了 还记得变色龙妈怀他的时候是冬天 而且就爱捕蚂蚱吃 当妈的口气好 捉起蚂蚱 那是一口一个准 一口一个准 等到再长大一点 他骨子里的吃蚂蚱精英才爆发了出来 变色龙有一百多种 其中马达加斯加就独占了六十多种 他们大多会你太语环境融为一体 大自然让他们学会的是伪装与隐藏 很难分辨 但也不乏体格强大且鲜艳的 他们自身就很难有天敌 或是没有枯叶大 自身还像枯叶的 在国外变色龙 甚至被当宠物养 他们大多没有杀伤力 行动缓慢 性格还温顺 但也有例外 别看这货大如狗 却也是变色龙的一种 他能听得懂人话 一个劲点头哈腰 求摸摸求抱抱 不过这样的变色龙向你跑来 给我的感受还是挺害怕